LGBT就這樣子嘛 那我必須說就是其實並沒有這麼 就是LGBT也不是完全的就是 捏來順受啊 他們也是有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一點點 小小的一些地方 對 那就是LGBT是他們怎麼做的 就是有好幾個方式 教育管道啊 現身啊 然後就是用寫文章啊 參與有商務團體這樣子 那教育管道的話就是 就是最近有一個團體其實還蠻活躍的 包括其實就是異樣這個團體 那他們就是一直在有舉辦 就是所謂的一種工作坊 就是讓LGBT社群知道 你面對這種就是不公不一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幫助你自己 那你要怎麼保護你自己 因為在馬來西亞的時候其實 警察還是對同事不友善 那甚至於就是可能 就是 常常去領解就是同事業店那種的 那我自己去 自己去 我自己在馬來西亞就是去 去同事業店的時候 其實也還蠻有好幾支也是因為 就是有碰到影響 可是也沒辦法 就是 當然就是要看就是 業者跟警方的關係好不好 那可能如果是 關係打得不好的話 那其實警察就會比較 就會上很多幾次這樣子 就是如果是遇到警方 其實很多人不一定是同事啦 可能一般人也不知道怎麼就是 去保護自己 警方說 拿起身分證來 我要你提供我什麼資料 我要你怎樣做 大家就乖乖就做了 大家也就覺得 就是 聽話啦 聽話就好了 可是有時候就是 你沒有你自己 應該有的權利 可是 你不一定知道 所以就是打歐西亞就舉辦 這樣一個活動 就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遇到警察 你要怎麼辦 那時候他們有去找一些 比較 對法律比較 研究的朋友 然後就對警察 就是 行為比較 有了解的朋友 他們就 去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保護你自己 好 那這個禮拜六 他們也會辦一場 就是警察權利工作 也是跟警察有關 再來就是一個 信領的系列比賽 這也是一個 我還蠻佩服的一個團體 叫做陸仁甲 那陸仁甲 那陸仁甲其實 如果 對台灣統治團體 比較熟悉 講到陸仁甲 你會想到誰 政大陸仁甲 政大陸仁甲 對不對 因為創辦人其實就是 政大的畢業生 對 就是他這個團體 基本上是一個 系列團體 那 他就是全民陸仁甲 我那時候有問他 全民陸仁甲 跟政大陸仁甲有什麼關係 還是有一點關係 就是 就是我問問 是不是今天就是 你在政大陸仁甲 學到的東西 他就是有在承認 就是 LOSA還是有點連結在 那 這 那個 馬來西亞的陸仁甲 就是 就是 真的是陸仁甲 就是那個 陸仁甲這三個字 那政大的就是 就用諧音 大陸的路 然後 那個 那個 忍愛的人 然後就是那個 甲保育人甲 對 那 馬來西亞這個就是陸仁甲 這個 這個 戲劇團體 那他們 他們是 有就是喜歡戲劇的朋友 所組成的 所以他們 有辦一些 就是 一些演出呢 就是 因為他是在 讓大家知道就是 性別平等的一個重要 所以他們 那個 戲劇的內容其實都在 轉成這樣一個理念 那他們 不只是表演而已 那他們也就是 有做一些方式 就是 讓這個 讓這個 知識能夠去 揮繃出去 怎麼辦呢 他們就是去舉辦 性別平等CG比賽 那 CG比賽其實在馬來西亞 也是有一些 那他們 就是用性別平等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 希望你參賽者 一定要去談到性別議題 那 當然就是可能 很多人就是 即便是在台灣 我們也知道 很多人其實對性別議題 並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要上課啊 那你要參賽 就是可能 他就會舉辦一個工作坊 就是讓 這些參賽者 去學到 就是 關於 多元性別是有哪一些 東西 就是可以 就是去談的 那就是 一來是方便你去 創作基材 二來 也可以就是 就是讓你知道 怎麼去 就是 追蹤多元性別這樣子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 就是 把整個 就是教育 就是 從教育這個方式去著手 讓更多人知道 怎麼去追蹤多元性別 所以這是一個我還蠻配名的 然後再來就是 現身的力量 就是我們會在 呃 不同的一個場合裡面 就是去現身這樣子 那像 呃 這個是最著名的 就是那個 蠻想從見牧師 歐然無蜂 我這裡剛好 這裡 是他的書 好 那歐然無蜂的書 好像在台灣比較少見 但是他在 基本書方 有一本書 叫做就是 現在是以後了嗎 就是有出 有在基本書方出版 所以大家有心情 可以去 找來看一看 嗯 就是去講他的那一聲 因為他 曾經認為 自己是一性戀 就是他 他也 他也知道自己被同心其實是有 有感覺的 可是他 一直在說服自己 那就是 上帝給他一個考驗啊 或者是說 哦 就是真正的一個感 應該是就是男女在一起的 所以他也覺得 自己是可以跟 女生在一起的 所以他就是 那時候就是 哦 娶到老婆 但是後來他也慢慢的就是 哦 以一性戀的身份 去 捍衛就是 多人性 就是同志族群的權益 他一直在包裝上寫到 他的文章 其實也是影響我啦 就是 我在知識成長過程中 因為一直看到 就是他們的那個 文章 我會覺得 就是我有得到 一種就是 力量 因為我知道 就是這個社會 還是有一些就是 大人或是一些 很厲害的人 其實是在挺我的 所以就是 我是看他的文章長大的 但他每一年都會 就是來到台灣 如果他有來 機會來到台灣的話 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去參與他的一些活動這樣子 那 呃 後來就是他 出會以後 那他也跟前妻離婚 那他後來也在 就是美國找到一個 就是 相愛的伴侶 那他們不只是在美國結婚 那他們也回到馬來西亞 就是 舉辦婚宴 婚宴 所以就是 那時候新婚也是鬧很大 然後就是 呃 但是他也是就是 把這個婚宴辦起來 因為在馬來西亞 雖然說他是華人 可是就是可能很多 呃 甚至人可能 就是覺得 欸 你這個同性戀怎麼可以 就是回來辦過你 那就是會影響我們的 善良風暑 那就是基本上 那時候鬧很大 想要說 然後近著你入境 可是 後來他還是回到馬來西亞 然後也 辦了婚禮 然後也安全回到美國 然後這年一直在就是 到處亂跑 中國大陸 啦 香港台灣 台灣 馬來西亞 都到處跑 所以就是 嗯 好像也沒怎麼樣嘛 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以後我長得到伴侶 那你去 可以回到馬來西亞 來辦一個會議這樣子 對 好 那這也就是 呃 就是他這是一種 呃 先生的方式 因為他不只是用文章 出版書 就是去呃 支持同志學院 他在馬來西亞出版了不少 那就是都跟同志有關 那呃 就是我手頭上收集了一些 我今天只是帶來這一份而已 那呃 再來就是 嗯 就是可能就舉辦一些活動這樣子 那像這個就是 剛剛我講的WCP 他們也是在 呃 就是馬來西亞一個 一個 一個算是 怎麼去前衛生的地方 他就是也是一個 民間團體的一個辦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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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空間去舉辦展覽 然後就讓大家知道 一個人性別 然後 就是至少就比 呃 你站到面前 你讓人才知道 你就是多人性別的社群 這跟你躲在就是文字背後 或者是說 呃 一幕背後 就是跟人家說 欸你是同志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效果 你刪出來 人家會讓你知道 欸就是 呃 你眼前就一個活生生的一個同志 那 可能對一些人來說 他就有機會 對 只需認識這個同志 朋友 他就可以就是去逐一些 啊 就是對於多人性別 就是多人性可 反映一下這樣子 那我也是用 某樣的做法 就是 呃 這也是為什麼我把照照照照照照 發給發了 故意的 這是去年 去年 八月 二十九嗎 我記得是八月 八月二十九 對就是那時候是 呃 因為當我有介紹 甘心選舉聯盟嘛 那就是 他在第四次舉辦的時候 就是在 八月二十九號 那 甘心選舉為什麼就是 有一直引起這麼多人的一個 回想 是因為就是他不只是在 馬來西亞裡面舉辦 他 也不只是在基隆坡舉辦 他就是 找到了就是很多城市的馬來西亞人 同步相影 也不只是在馬來西亞 甚至在全世界 許多城市都有就是 同步舉辦那個聲援活動 那第二第三第四次 都有舉辦台北場 那 第五次我也準備在 就是 剛剛看我有 有先 宣傳就是 十一月十九號 我們在自由觀察 也會舉辦第五次集會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參加 一起來 一起來想念這樣子 那 我就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就是 因為我是主持人身份嘛 那我就直接就是 透過一個 彩虹 彩虹圍巾在身上 就是 就 雖然是黃色衣服 但是就是 故意的 就是把彩虹發言身上 那大家看見 欸我就是 都會先別的一個 一個 一個族群 那我不只是就是 一個這樣的一個行動 我甚至直接在就是 會場裡面 以主持人的一個 霸權嘛 好搞定我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權利這樣 我就是同事啊 然後就是 有沒有同事要上 發言 直接Q 就是 因為之前就是看到 怎麼上台 因為一集會的方式就是 邀請大家這樣 就是有可能流上來發言 那前面的都是 七色幾乎都是男生 然後那時候 我的伙伴就自己說 好像 好像大部分都是男生欸 然後我就 我就說欸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怎麼都是男生在說話啊 然後就是 後來就是 真的有 有幾個女生就是 站出來 也是發言這樣子 然後甚至就是 我也就是 順便就是提出來說 欸 不只是女性啊 可能就是 還有很多就是 如果是的一些 可能就是 他也不敢就是 亮相不敢去 說出來的故事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直接在現場說 欸我是同事上面 但是我習慣了 因為前面第二次 第三次在自由廣場的 那個 競選的集會 就是我也直接就是 直接出櫃 我就是同事 我已經就是把就是 就 出櫃已經變成 就是我一個 一個自然而然的 一個選擇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就是怕死人家 不知道我是同事 那當然就是 這幾年馬來西亞的 那個也 逐漸的 慢慢的看到很多 就是 同事朋友的生意 那即便是像 今年的 這個 勞動節的集會裡面 也看得到就是 有朋友舉起彩虹的期 這在馬來西亞其實 非常不容易 雖然馬來西亞沒有去辦 同事遊行 可是至少我們 我們在這兩三年裡面 一些 統治 應該說就是 各種社會運動裡面 就是他們看得到 那些彩虹的那個 旗幟的飄養 那就是 感謝就是 直接在馬來西亞 一直努力 很多的朋友 因為他們在 舉起彩虹旗 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 就是可能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裡面 我們常常看到 就是同事團體的出現 他們養起彩虹旗 就是直接說 我是統治 我支持 我支持 我支持青年假 我支持 空虎原罷工 我什麼 就是 這個同事團體 在很多社會現場 大家都習以為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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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馬來西亞 就是可能他還不習慣 為什麼這個同事 也會很特別這樣子 所以就是 就 很多人 也沒看過 同事團體長什麼樣 可是現在就是 有一群就是朋友 就是那個彩虹旗現身 然後他們可能會好奇 欸 這個棋子是什麼意思 跟這個 這個是什麼 因為他們感覺不了解 然後後來他們是 直接說 我是同治 然後 我也要讓人家知道 我是同事身份 我也支持這一個活動這樣子 所以就是 這也是製造了 就是一種機會 讓更多人認識同事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種 就是 一種方法 就是讓 社會越來越友善 因為如果沒有 這群人的努力 那我想說就是 可能我們真的 即使到今天台灣 可能同事友情也辦不起來 可是因為有 一個又一個 走出來的人 告訴大家 他們同事的身份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 一切一切 那我們今天 我們還有這麼大的 同事遊行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資源 能夠就是去顯現 就是去幫助同事朋友 如果沒有前面的人的努力的話 那今天我們可能是 同事遊行也許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種活動而已 那當然就是在社運集合集會裡面 就是陽起彩虹期的舉動 也是 同事社群也是有在討論 像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勞動節就是 的集會 就是陽起彩虹期 在去年也是有在做一次 那時候就是 同事社群裡面 就有很多人在討論說 就是 要不要就是用 要不要參與 這個 街頭抗爭 那時候基本上 大家都會覺得 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發現這個議題 我應該去參與的 可是 大家比較有起義的可能就是 我要不要就是亮出我LGBT的身份 去參與這種街頭抗爭 那是相關標語 然後就是提出來 就有一個項目的訴求 這可能就是比較多人 就有不同的意見 那就是 甚至於就是 馬來西亞有一個 就是一個漫畫家 他就直接就諷刺說 就是 就是 只是來亂的而已 可是 可是我也覺得 我不這麼認為 我一直覺得就是 在各種場合裡面 現身是 同事運動裡面 很重要的一塊 你只有就是 透過現身 你才會就是 有讓更多朋友 就是 知道你 然後我願意跟你去對話 那就是 如果你一直就是 隱藏你的身份 那別人也就 可能就 不容易 瞭解你 所以不只是同志 那包括艾斯感染者 包括BTSM等等社群 我覺得都是同樣的道路 你不站出來 跟人家說你的故事的話 那誰會知道 誰會認識你呢 誰會就是 想要去了解你的一切 沒有機會就是去 告訴他們 就是你所瞭解的一切嗎 我會覺得就是 現身是很重要的一塊 然後當然就是 社群裡面那時候 就是一直在討論嘛 然後就有些人說 就是 就是 乾脆選舉就是乾脆選舉 LGBT就是LGBT 就是兩者不相關 所以就不要就是 去 集結這個 乾脆選舉運動 那時候有這樣的一個 說法 當然就是我 我自己的說法 就是沒有在騙 我都踩我其實 在身上了 我都愛管他 然後就是 當然就是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子想要 就是分開來 是因為他們就是 因為大家都發現 如果你不把這兩個分開來的話 那 你要對抗的那個霸權 那就會一直把這個乾脆選舉 大家就不提 就是 連結起來 那很多人就會不支持乾脆選舉 那可能就是 沒辦法完成 我們這個 所謂的 呃 大業 就是 把 現在的國策推翻 那很多人就是 就是覺得 大局為重 我們現在要 第一個的人物就是 要把國策推翻 所以就是 我們就不要這麼高調的 去張揚我們的訴求 這樣子 然後 也有一些就是 社群就是 非同事他就直接說 我是支持乾脆選舉 但是我不支持 同性戀 然後 應該是有隱藏的意思 這也是有在 就是一些網站 或者說 論壇裡面常看到的一些 說法